禀陛下 禀太子殿下 文姑娘确实有暗疾 这种暗疾 草民称之为心病 心病啊 武文帝以为是心脏的遗传病 那算了算了 这种病难治 照前雨消炎之 宋锦向来默契 宋锦话音落下 他一下就听明白了话中的暗示 感情不是文雪华对他不感兴趣 而是心里头有别的男人 宋锦转头看了一眼手指暗暗发抖的文雪华 意味深长地笑 这病其实也不是病 不过是有些事想不开 导致心情郁节而已 只要想开了就会自愈 并非遗传病 文姑娘 你会想开吗 文雪华文言惊悚抬头看向宋锦 她觉得眼前的大夫太恐怖了 连她心里装着其他男人 不想进宫都能诊出来 这怕不是神医 是神算吧 她慌忙下跪道 小女该死 小女的祖母前不久先逝 这才心情郁节难受 若是让皇家知道 她欣喜别的男人还来选妃 文家注定要完了 太子殿下 这是你看 文雪华心里有男人 她已经暗时告诉赵钱了 至于赵钱收不收 这她管不上了 那就先留着吧 轻飘飘一句话落下 文雪华便成了赵钱的三妃之一 文雪华颇是意外抬头看向赵钱 她不相信赵钱没有听出宋锦的暗示 明知她心系别人 为何还要选她 谢陛下 谢太子殿下 皇儿 这心里有病的你还选来作甚啊 外头还有好几百 过阵子又还有好几百啊 文帝没有听出宋锦的暗示 依旧以为心病是字面上的疾病 儿臣觉得她端庄大方 将来绝对本分不闹事 而且宋神也说了 心病不是病 行嘛 你喜欢就先留用 下一个 挑下一个 结果后面挑了近百人 把她挑得眼花缭乱 不止她 宋锦也哈欠连连觉得无聊极了 赵钱更不耐烦 她甚至生出一辈子不娶妻 归依我佛的荒唐念头来 传 首府之女 张青月入殿 这个名字响起 武文帝宋锦顿时一个机灵 双双端正了身子 瞪大眼睛 毕竟这是当朝权力最大的首府之女 得睁大眼睛看 张青月想到终于能一睹赵钱俊荣 红唇微扬 身姿摇曳 连步款款进入殿中 未免遇前失疑 她眼观鼻 鼻观心 没走一步 端得是高雅大气 华贵雍容 简直就是未来皇后的完美模样 小女张青月 见过陛下 见过太子殿下 陛下太子 万福安康 年礼 你且抬起头来 其实 武文帝心中有三个完美太子妃人选 一个是张青月 一个是右军左都督之女 还有一个兵部尚书之女 张青月是文官之首之女 必须要选的 若是不选 那就无法君臣一心了 所以这一刻 她希望赵钱一眼能相中张青月 然而此时的赵钱一直在等宋锦发出声音 奇怪的是 身后的宋锦沉默不语 张青月缓缓抬起头 露出了精心修饰的美貌 因此 她也总算清楚看见了玉街上面端坐着的上天宠儿 赵钱 当看清赵钱无可挑剔的俊美面容 她失态了 真看着赵钱根本移不开视线 张青月 你有何才艺 展示给朕和太子看看 回陛下 纸上谈兵 算才艺吗 她在外面站了这么久 早就看出赵钱不喜欢跳舞的女人 更看不上琴棋书画刺秀 她猜测 赵钱擅长领兵作战 骁勇善战 应该是喜欢能文能武的女人 她不会武 但她熟读兵书 宋锦听到张青月要纸上谈兵 着实惊了一把 看来这个张青月 很想当太子妃 想一名惊人 就是 不怕用力过猛 弄巧成拙 要知道 自古帝王可不喜欢干涉朝政的女人 赵钱喜不喜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武文帝是绝不喜欢呀 虽是谈兵 可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话在古代根深蒂固 要不然宋锦会制造这么多武器 为何批自己相公马甲 张爱卿大才啊 没想到就连爱女都是金国风姿 既如此 张青月你姐说说 接下来朕该做什么 才能防止戎敌再来犯 即是只上谈兵 胆说无妨 武文帝在听到张青月要指上谈兵 脸色果然不太好看 小女先丑了 随后 口若悬河道 兵法云 君无资重则亡 无粮食则亡 陛下当前 应充盈国库 充足军需后援 即便多年后荣笛来犯 大号也可打金九战 耗死对方 须知 荣笛万里跋涉 醉计九战 宋锦听着张青月像个军事谋士一样高谈阔论 不敢相信 张青月还真敢指上谈兵啊 他这种前世冲在前线的军医 实战经历的不少 尚且不敢和人讨论如何行军打仗 他现在连墙都不服 就服张青月了 店内所有人都静默不语 任由张青月巴拉巴拉的说 不知过去多久 可以了 宋神医替他诊下脉 看是否有暗急 没错 宋神医好好诊清楚 张青月顿时被打断 心口咯噔一跳 点色刷得苍白了 而他这时才意识到不对劲 自己似乎犯了帝王忌讳 张姑娘 请到这边来诊脉 啊 好 而他这时 所有心思都在赵钱身上 压根没有注意给他诊脉的是个女人 而且是他认识的 宋神医原本以为张青月没病 不诊不知道 一诊吓一跳 张青月居然有非常严重的咕噩 要知道 咕噩会导致不孕不育 各种女人症出现 而且 他敏锐闻到张青月身上香味有点怪 并不是香味不好闻 相反 非常好闻 是个男人闻了都会心痒 香味中居然还有摄香 才一道摄香的一刻 宋静脑海中顿时蹦出两个历史人物 赵飞燕与赵和德 这对双胞胎姐妹 一个做皇后 一个做朝仪 为了永保青春 为了鲜花灼锦 烈火烹油的美好前景 为获得皇帝宠爱 自己调配相亲 这种相亲后来被命名为吸鸡丸 塞到肚脐眼里 融化到体内 会使人肌肤胜血 双眸四星 鸡鸡丸最大的缺陷 就是会破坏生殖系统 永远不能生育 赵浅敏锐看见宋静脸色不对 宋神医 如何 先让张姑娘下去 张轻月没有等到赵钱说 留用二字 反而听到宋静 让她先下去 这如何能甘心 宋神医 小女是有什么隐级吗 如果有 不妨告诉小女 小女承受得住 宋静闻言眉头一皱 一开始 她对赵钱的这个未来皇后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毕竟她想着 能与赵钱过一辈子的 品性绝对不会太差 可现在得知张轻月用射箱 就不得不怀疑 书中写到张轻月生的皇嗣 到底是不是赵钱的儿子了 毕竟书中没想写 赵钱后宫女人的事 大部分笔墨都倾向沈玉身上 所以书上写的未必就是真相 一个不能怀孕的皇后 如何生孩子 只能假怀孕 报别人的 而这也侧面说明 张轻月这个女神 不仅野心大 恐怕还将是个手段遗憾的女神 张姑娘 你自己回家后 找个厉害的大夫给你看看 我若当着武文帝和赵钱两男人免 直接说 你可能会终身不孕 你恐怕真是寡妇死了儿子 一辈子没指望了 陛下 太子殿下 可以传下一位 宋锦衣一句话 直接拍死了张轻月 当然要拍死 她与萧眼之 赵钱辛苦守住大后江山 将来却不姓赵 三人岂不是成了冤种 张轻月请先下去 吴文帝此时一阵后怕 虽然宋锦没有明说张轻月什么病 但绝对是不治暗急或者遗传病了 等张轻月心怀不甘 又不得不退下后 宋神医啊 张轻月患的什么病啊 宋锦本不想说 毕竟会得罪当朝首府 不过她现在是女扮男装 脱了马甲 谁也猜不到她是谁 这个病很严重 会影响黄四传承 哎呦 还好 还好有宋神医啊 要不是宋神医来帮忙 朕可能糊里糊涂 给黄二选个有暗急的太子妃啊 真若如此 朕就是赵家的千古罪人了 李 传下一个吧 赵钱回头看着宋锦的脸色 却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宋锦向来说话都是直来直去的 连以前拒绝她 都是不留一点余地的 第一次听她说话如此含蓄 张清月这个暗急 绝对不是普通的暗急 太子殿下 给你 宋锦也没有让赵钱猜测多久 在后面挑选其他秀女无聊的时刻 她写了四个字递给赵钱 当终身不孕 四个歪歪扭扭 很是丑陋的文字跳跃眼帘 赵钱俊蒙狠狠一缩 事后她又勾唇微笑 宋锦绘图一绝 写的字却丑得辣眼睛 让人不忍直视 有时三百秀女 总算全部看完了 宁建女子一个也没有被选上 最终只选了一个兵部尚书之女 穆颜 若说穆颜如何 用宋锦的话形容 佛系女子 无欲无求 不悲不喜 云淡风轻 随遇而安 毫无功力 且是书中赵钱的未来贵妃之意 不管是文雪华 还是穆颜 宋锦都觉得有点惋惜 一个心有所属 另外一个无欲无求 估计赵钱不让两个女人侍寝 两个女人又不争宠 都会这么一辈子老死宫中 最重要一点是 赵钱哪是在挑妻子 她根本就是在挑百事 回去摆设看的 出宫时将进宫门 赵钱突然转头 对宋锦道 六日后还有一波 到时候还要辛苦你 再来挑选最后一名 选出后父皇才好亲点 十日后太子妃进门 东宫会百营亲喜宴 妾是你与萧兄还有孩子们 一起来东宫参加演演 感到这么急 这成绩也太快了吧 今日选妃 十天就完婚 这简直是闪婚啊 早晚都会有这一天 早点完事早解脱 抱歉了 以后要让你和萧兄 四处颠簸 巡查天下了 没关系啊 我本来就不喜欢进出皇宫 我更喜欢周游天下 就当与相公旅行 带几个孩子去增长健文 也挺好呀 前世他全年无休 都还没有机会旅游呢 呼听你这话 我很羡慕萧兄 他真会投胎啊 将来他可能都在皇宫 这个篮笼里 轻压一辈子 不能像萧衍之这般 与自己喜欢的女人 游山玩水 去想去的地方 执子之手 与子贤老 一生一世一双人 呃 宋锦无力反驳 萧衍之确实会投胎 成为秦军的儿子 这天下 如今 谁还能有他好命 燕王府书房 赵乾这个蠢货 放着首府千金不要 居然选了文雪华 赵红听到张秦月 没有被选上 这一刻简直高兴坏了 果然 连上天都在帮他 要是张之中 成了太子党 皇位 就没他什么事了 赵乾竟将千载难逢 拉拢首府的机会 白白放弃了 简直蠢得无可救药 主子 这次选太子妃 宋青州有参与 这张清月没有选上 会不会有什么暗吉 这才 楚风正说着 忽然接触到赵红冷立的目光 又吓得一顿 属下该死 属下并非说主子 属下只是想说 太子即便看不上张清月 皇帝也不可能不选 赵红最痛恨暗吉二子 不过也知道楚风无心 竹心本王 这个皇帝老子 对赵乾可是听话得很 被迷惑得晕头转向 简直到了唯命是从的地步 再者赵乾好人妇 选妃不过是他欲盖弥彰 看不上张清月 实在太正常了 故意叫上宋青州 不过是为了找个理由 让张清月落选 他而皇之拒绝张之重罢了 那他为何又选文雪皇 和穆青两个女人 二人都是大臣之女 文太师 不过挂个空闲 兵部尚书也不长兵 这么看来 我这个皇兄 真是自负得很啊 你没发现 长兵的右军左都督之女 他反而没选吗 还是主子看得透彻 准备聘礼 等明日本王求了 赐婚圣旨 就去首府家下聘 首府夫人气出病了 聘礼多准备些 是 属下这就去准备 聘礼一定办得风光体面 保证让主子 风光求起到首府之女 屋顶上的阿尔 听完二人的对话 差点没有因为憋笑的内伤 他娘呢 这消息太好笑了 要立即回去禀报爷 也让爷笑一笑 半个时辰之后 阿尔兴奋回到了东宫 一面撞上走出宫殿的阿三阿四 二人一脸叹息的模样 阿三拉住阿尔 爷心情不好 又在擦疼刀了 擦了不知多少遍 先给他静一静 怎又不好了 时候成亲 袁佩却不是自己喜欢的 洞房也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这心情能好吗 哎 我这里正好有件好笑的事 说给爷听 或许爷心情就能好了 阿尔没有再搭理二人 走入殿内 果然看见 赵钱坐在书案前 还在揉灵唐刀 阿尔瞥了一眼 那唐刀刃刃刃被擦的血量 寒光闪闪的 爷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说说看 阿尔面上一喜 随后将自己趴烟王府屋顶的事 一字不漏全说了 赵钱听了阿尔的报告 谋敌果然闪过笑意 不可置信 你是说赵红说我蠢 而他正准备聘礼 明日要求父皇自婚 然后去首府家下聘 对啊对啊 患有兄弟的 去个不孕不育的 可笑死了 丢了西瓜捡了绿豆 他还以为自己捡都不好 爷 这好不好笑 不错 确实好笑 这个事办得不错 有赏 阿尔瞪大眼谋 这还是爷第一次夸他办事不错 阿尔不要爷什么赏赐 只求爷下次能免阿尔鞭子 赵钱一征 抓起书案上的书册 就砸阿尔头上 气象了 没出息 准你们三个放一晚上的架 想去做什么便去做什么 阿尔阿三阿四都是男人 但跟着他可谓是憋坏了 特有的吹哨声 如一首乐曲 紫叶从秦宅传出 不多时 空中出现三只巨鹰 翱翔盘旋京城上空几圈 终于找到了自己主人 随后俯冲而下 先后飞落在秦宅院子 送紧雨萧眼之闻听声音 走出正房 看着院中的三只黑色海东青震惊极了 就连五文帝都不能拥有一只海东青 秦宅县下却一次出现三只 这得羡慕死多少人 而且宋锦猜测 秦家应该不止三只海东青 眼之啊 你不是要寄信给你岳父岳母吗 信写好了吗 写好了 爹 一封信是宋锦写给老宋家的 另外两封信是萧眼之写给村长三叔公 还有萧大郎的 萧大郎夫妇还不知道老萧家的事 萧眼之觉得很有必要让萧大郎知道事情始末 毕竟萧富贵还是萧大郎的亲爹 公爹 要多久信能送到 儿媳妇放心 很快亲家就能收到你的信 最迟五天能到莫白手中 五天 这么快 不过他事后算了一下 海东青时速一百四十公里 日行最少一千公里 南安府到京城五六千公里 五天时间确实绰绰有余 难怪海东青能成为战场上的信英 传信实在太方便太快了 简直将八百里加急千里麻什么甩出天界了 哎哟 媳妇 别看了 为了我们宰宰 你以后只能养性格 萧眼之看见自己媳妇盯着三只海东青一脸垂涎 心仰奶奶的模样 很想宠着媳妇开口向秦军耀一只 但她想到养性婴的危险 最后她忍住了 媳妇若怀了身孕 以后养了宰宰 肯定不能养性婴了 万一宰宰真的被性婴叼了 可怎么办 媳妇再喜欢也不能惯着 说什么呢 听到宰宰 宋静脸孔腾得红了 成亲才十二天 还不知道怀没怀上了 这男人 想的太多了吧 萧眼之仿佛猜到宋静心中所想一般 突然轻身 在她耳畔 说了一句让她脸更红的话 这男人太急了吧 我哪天小日子都记得这么清楚 秦军看见自己的儿子 儿媳出来寄个信 也能腻腻歪歪的 感情好得不行 可以了 你们继续回房去睡吧 去中州前 一定能收到回信 回房睡觉 给她多造几个孙子孙女 给秦家添小小少主 老祖宗知道事情后 一定更开心 那爹也早点睡 萧眼之是一点也不脸红 拽着宋静就回房了 若是媳妇过两天来小日子 她又要戒七八天 若是媳妇怀孕 要戒一年多 想想就可怕 剩下的日子可不能浪费了 旭日东升 天空晴朗 万里无云 殿内的荆漆雕龙宝座上 武闻帝高高在上 神色冷漠 目光辟逆盯着赵宏 不敢相信 赵宏会临下朝时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求赐婚 求赐婚就算了 求的女人 居然是张之仲的女儿 首府之女 儿臣心悦首府之女张姑娘许久 恳求父皇赐婚 赵宏为娶张清悦 是什么脸面都豁了出去 满朝文武再次哗然 张之仲迎接满朝文武 看热闹的目光 感觉老脸都丢尽了 心悦她闺女这种话 赵宏能当众说吗 闹得整个朝堂都知道 以后她这老脸往哪儿割 今日来上朝 满朝文武都在笑话她闺女 没能选上太子妃 她顶着老脸 硬着头皮上朝 哪想到赵宏再次 让她成为众矢之地 最重要 一个先天兄毙的 指不定哪天双脚一蹬 白眼一翻 死悄悄了 岂不是让她闺女守活寡 可是张之仲这时 不敢替女拒婚 一个武文帝知道她闺女不孕 第二个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何况还是赐婚 百官中鹤立鸡群的萧眼之 与赵浅简直想笑死了 二人互视一眼之后 赵浅对龙椅上的武文帝 暗暗点了一下头 嗯 武文帝瞥见赵浅点头 实在猜不透自己儿子的意思 不过 儿子让他点头 他跟着点头就是了 你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一张嘴就毁了别人姑娘的情欲 你这简直是在逼朕 就算朕不同意 也不得不同意 不过你也算是敢做敢当 有几分男儿气魄 既如此 朕准了 长幼有序 等太子这边的太子妃 进了东宫后 你那边 再办迎亲喜宴 让爱卿 你觉得呢 说实话 武文帝可一点也不想赐这门婚事 若让赵浅娶了张秦月 这无疑是给赵浅找了一个强大的靠山 而且 这个儿子是个有野心的 可是张秦月不孕 也配不上他儿子赵钱 微臣没有意义 一切听陛下旨意 张志仲嘴上沉浮 心里简直快气死了 许多皇子 侯爷 世子 都想娶他的闺女 他的闺女值得嫁得更好的 至少任何一个男人都比赵浅要强百倍千倍 好 那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安林院 曹你赐婚赵叔 亲天见 则一个良辰吉日 礼部 准备婚宴时宜 儿臣 谢父皇赐婚 赵浅得偿所愿 自以为自己捡到宝了 也激动地单膝跪下叩谢 等下朝后 满朝文武都对他恭喜祝贺的时候 他脸上的笑容更是没有停过 赵浅与萧眼之也毫不吝啬 笑着对赵红送上祝福 这祝福得送啊 先天兄弟与终身不孕成亲 真的是天生的一对 缔造的一双啊 提前祝九弟与九弟妹早生贵子 百年偕老 臣也提前祝燕王与燕王妃早生贵子 凤凰于妃 赵红没有如愿看见赵浅与萧眼之一气急败坏的脸色 反而看见两个男人笑得颠倒众生 对他恭贺 当时心口咯噔一跳 生了不好的预感 为什么他呼声一种自己不是捡到宝 而是捡到别人生气破鞋的感觉 二人言罢 对赵红点了点头 然后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哥俩好勾肩搭背 离开了 赵红看见这一幕 后面其他皇子杨凤英维送上祝福 笑脸再也挂不住了 而他在金鸾殿求赐婚一事的消息 很快飞出了皇宫 消息再不进而走 然后整个京城都在议论这桩荒唐婚事 张清月也很快收到消息 而且是经由登门落井下石的命妇们口中得知的 命妇们表面带着赫礼来恭贺 实质全都是来看第一才女的笑话 明是原本装病 看见这种命妇一个个来落井下石 这次真的当众嚎叫一声气晕了过去 张清月也如丧烤笔 直到张之众下巢 听见赵红处风带着聘礼来下聘 她再也忍不住 柳梅倒树美眸喷火冲到花厅 我不嫁 聘礼麻烦你带回去 赵红惊愕转头 当看清张清月的花容月貌 胜过沈玉十倍百倍直接看吃了 可当她回味我不嫁三个字意思时 仿佛被人当众一个很利的耳光扇在脸上 脸色灯实苍白如纸 张小姐莫不是说笑 这是皇帝慈悔 爹 我不嫁 别找皇帝退了这门情事 爹 你真忍心将清月推向火坑吗 张清月此时不仅打脸赵红 简直是在羞辱赵红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住口 王妃为父这么疼你 对你细心栽培 什么话你都敢随便说呀 退婚 你以为自己是寻常百姓人家的女儿 想嫁谁便嫁谁 这是皇帝辞婚 你想给张家招货吗 上之以下 你不嫁也得嫁 眼前的病秧子 虽先天兄弟 但到底还是皇帝的亲儿子 羞辱赵红就是在羞辱皇家 张之众愤怒撂下话 对赵红点了一下头 就气恼离开了 最后花亭里留下绝望的张清月 还有被羞辱的赵红 此时的赵红谋的全是阴狠的冷光 他满心欢喜求取张清月 哪想到未来岳父一点不欢迎他 张清月也将他当成了癞蛤蟆 把拼礼放下 我们走 似婚圣旨 他求来了 张清月从今日起 就是他的燕王妃 一如张之众说的 不嫁 也得嫁 你为何要如此害我 你我根本没有见过 你为何要当着满城闻我的面 回我清月 为了保护自己清月 他除了进宫 参加密服宴 向来一门不出 二门不迈 更不见任何一个外男 没想到 十六年的清月 被赵红一日毁得一干二净 而他 也由这刻起 从第一才女 直接跌落神坛 你觉得我要求娶你是在害你 虽然他求娶张清月 确实是冲着张之众这个首府去的 但他也是诚心想要娶张清月 甚至想过以后就独宠他的燕王妃一人 让燕王妃为他生嫡子 等他谋得了地位 让他当他一人的皇后 否则他不会对沈玉如此狠心 连轻骨肉都弄死了 你这不是在害我是什么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是当着满朝闻我的面求赐婚 你让我以后还出口嫁出去 他的一辈子就这么被人毁了 从昨日选秀开始就毁了 毁他的一个人叫宋青州 一个赵钱 一个武文帝 一个赵红 这四个男人 他全都记住了 护皇已经下了圣旨 从今起 你就是燕王妃 你还想嫁给谁 女人都这么贱吗 沈玉给他头顶草原 张清月以后 也会吗 等太子妃进了东宫 本王就会迎娶你进王府 希望你到时 是笑着嫁进王府的 言霸赵红拂袖离去 出了首府府邸 钻进自己的双架并驱的豪华马车 他突然捂住胸口 主子 本王 没事 走 他只是想到 未来岳父 与自己挑选了燕王妃 看他时流露恶心肮脏的眼神 不禁想起了武文帝 想起从小欺负他的其他皇子公主 顿时恨意滔滔 一口玉气尚涌 小时候 武文帝看他 就像看见脏东西 其他皇子 更是沆陷一气 欺他 辱他 等本王登上那个位置 一定将曾经所受侮辱 十倍奉还 六日无话 宋锦再次变身宋青州 出现凌云殿 帮忙赵钱挑选最后一个妃子人选 这次秀女 全部都是民间的良家女 有世家门阀之女 书香寒门之女 商骨之女 农家女 总之整个大号最漂亮的女人都云集一点 可是看了两百多美人 赵钱一个也看不上 正当宋锦以为三百人看完也选不中一个时 第二百八十名女子刚出现 不仅赵钱呼吸一致 就是宋锦也整个人实话了 二人以为自己白日撞鬼了 不对 还有五文帝也揉眼睛了 三人居然看见一个与宋锦长得七分相似 奸若削成 仙姿易貌的美人 身姿摇曳 携着花香如仙女般降临凌云殿 赵钱直盯着女子看了许久 才艰难抽离视线 回头看宋锦一脸的问号 宋锦则是一脸蒙圈 用眼神回答赵钱 你问我我问谁去 这人不是你选妃才找来的吗 民女宋锦云见过陛下 见过太子殿下 你再说一次 你叫什么 宋锦云显然没有料到宋锦会突然出生 争了一下 迷惑抬头 士族宋氏之女 宋锦云 你多少岁 听到士族二字 宋锦再次吓得不轻 百年士族 还是千年士族 与秦家一样的 民女年十六 东山一 这是怎么回事 都姓宋 且又长得像 不可能单纯长得像吧 难道是宋锦的妹妹 你是不是有妹妹 赵钱压低声音味 他唯一想到的也仅有这个可能 不过此时他的内心惊涛骇了 这是巧合 还是命中注定 为何要出现一个与宋锦长得相似的女人 他好不容易止住的心 忍不住再次怦然心动 宋锦没有回答赵钱 很快冷静下来 盯着宋锦云神色冷漠 你有何才艺 宋锦能看出赵钱瞬间的异动 赵钱明显想将宋锦云收了 当他替身 民女擅长武剑 武剑 武剑 武文帝与赵钱顿感心情 两次选妃 六百人 这是第一次听到秀女说武剑 意思 这宋锦云能闻能武了 好 李懿 拿剑来 武文帝兴趣高昂乎的下旨 宋锦想制止都来不及了 宋锦不知道宋锦云是谁 书中根本没写 就像秦军突然冒出来成了萧衍之的亲爹一样 但他认为 这个宋锦云一定与原主 与老宋家有关 他甚至生出不祥的预感 每次危机时 他的身体自然发出这样的视景 当李懿拿了一柄剑递给宋锦云 乐曲奏起的时候 宋锦戒备地走下御街 宋锦云果然很会舞剑 配合着乐曲翩翩起舞 飒爽时霸气凌厉 柔软时美得如天仙下凡 照前都看着迷了 如痴如醉 不过在他眼中的女人并非宋锦云 而是宋锦 武文帝也一脸满意 他的儿子能文能舞 要是选一个会舞的妃子 二人就有共同的乐趣了 以后可以一起舞剑增进感情 宋锦回头 看见玉街上两个男人神魂颠倒的模样 连一点防备的意识都没有了 心口咯噔一跳 大感不妙 他的脑海里甚至蹦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这个宋锦云 别像古早电视剧 借着五件的理由 狗血的要刺杀皇帝和赵前吧 如果真是刺杀 宋锦云与老宋家又有关系 那可是杀头大罪 想到此 宋锦一阵心惊 先不管这个宋锦云是谁 为了老宋家 他一定要捣乱 他绝不能让宋锦云 有机会刺杀皇帝和赵前 他总算想明白 老宋家为何会有无自卑了 为何所有人都会武功 为何什么都会做了 为何老宋家没有要求来京城参加他成亲宴了 老宋家的身世绝对大有文章 而这里是天子脚下 老宋家不能来京城 宋锦经见宋青云每次武剑时 剑剑总有意无意对准赵前 明显意图想趁势飞起 要刺杀赵前 宋锦呼得几个大步走进宋青云 大喝一声 我来会会你 看看你剑法如何 剑剑差一寸就刺进了宋锦的咽喉 但宋锦身子一闪 剑剑从他咽喉擦了过去 说是迟那是快 宋锦右手如迅雷般一把扼住了宋青云的手腕 宋青云简直吓死了 他的手腕居然被扼住了 还有这个大夫怎么回事 为何捣乱 宋锦手指微易用力 宋青云顿赶 整只手发麻根本使不上力 紧接下一秒剑就脱手落在宋锦手中 不仅如此 宋锦胳不着呼的一撞 宋青云灯灯灯连退了七八步 无比狼狈 你 宋青云瞪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 死都不敢相信 自己练了十多年的剑 居然脱手 而且是如何脱手的 他根本不知道 剑法不过如此 陛下 太子殿下 此女不能留用 刚草民抢剑时 即是趁机替他枕过脉 此女患有暗剑 佛法里称这种暗剑为三毒症 武文帝与赵钱早就被宋锦抢剑的一幕 惊得目瞪口呆 赵钱知道宋锦会舞 但是刚才 连他都没看清 宋锦是如何抢去宋青云手中剑的 武文帝则是被宋锦会舞一事 下了一个大跳 萧衍之的原配不仅会一还会舞 为何他儿子赵钱从未说过 这对夫妇太厉害了吧 不对 现在是研究宋锦会不会舞 如何抢剑的事吗 现在应该关心的不是宋锦口中的暗剑 何为三毒症 三毒即是贪称吃 又称三垢三火 此三毒残害身心 使人沉沦于生死轮回 为恶之根源 故又称三不善根 此女心胸狭窄 不能选为太子妃子 绝不能留用 宋锦并没有刻意针对宋青云 因为这女人真的有图谋不轨之心 另外她实在不喜欢谁做自己的替身 所以宋青云必须排死 太子殿下 此人非彼身 赵前浑身一震 接触到宋锦犀利动心人心的眸光 她狼狈闪开了 是啊 她在妄想些什么 眼前的人与宋锦长得相似 可灵魂不是同一人啊 宋锦这一棒子当头将她敲醒了 父皇 此女急坏了暗剑 便作罢 转头又对李懿道 揣下一个 余洛 宋锦大大松了一口气 还好赵前最终是理智的 没有迷失 宋青云听到自己没有被选上 深受打击 怨毒的目光 冰向宋锦的后背 简直恨不得想戳个窟窿出来 宋锦能感觉到背后仇恨的目光 不过等选秀结束 即便宋青云不找她 她都会去找宋青云 传 静安府 百里南 李懿声音响起 宋青云不得不怀恨离去 但是后面的二十人 赵前根本没有心思再看 父皇 既然选不到三个 太子妃就在文雪华与穆炎之中亲点一个 既如此 穆炎为太子妃 文雪华为侧妃 穆炎本就是五文帝心目中完美的太子妃人选 无欲无求才最适合当皇后 赵前没有异议 反正两个女人她都没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不多时 宫中传出两道圣旨 兵部尚书之女穆炎 被策立为太子妃 于八日后迎入东宫 文太师之女文雪华 纳为太子策妃 于半月后再迎入东宫 两个妃子的家族同时接到圣旨 简直开心疯了 因为太子只选了两个妃子 两个女人以后或许可以成为姐妹 不用争宠 都已经身份尊贵 无人可比 雪华啊 以后可要以太子妃为大 不可生贪念 文家权力 今不必并不少书家 还有太子智慧超群 宽厚爱民 将来 必是难得的贤民君主 你可别糊涂 要珍惜啊 文太师老泪纵横 没想到领老领老 文家还能因为孙女再荣耀一回 文雪华美眸通红点头 祖父放心 雪华一定以太子妃为尊 尽心伺候太子 他想通了 文家对他有生养之恩 为了家族 他不能不尽孝 功郎 赵乾与宋锦 一前一后走着 走了小半时辰 二人一句话也没说 因为宋锦 建议赵乾 动过收宋千云为替身的念头 虽然他已经嫁给小眼之 没全干涉赵乾喜欢谁 将来娶谁 但这事给他感觉 就像一根刺 梗在喉咙 让他不舒服了 眼看宫门在前 赵乾突然停下步子 难堪道 对不起 今日我下座了 你以后 一定会再遇到心仪的女子 说着这话 连宋锦自己都不太相信的 因为书中写的是 赵乾与陆君瞻 要是真有一个 真心喜欢的女人 怎么可能流连众女之中 这个男配 可能还是与乾是一样 不对 不一样了 张七月不是因为她 没能成为皇后了吗 这书中的剧情 都不知道被她篡改成什么样了 相信我 我说了你会遇到命定女子 就会遇到 以后会不会遇到 对她来说也无所谓 人的寿命不过百年 只要此生曾经心动过 并且完成了自己的夙愿 此生便了无遗憾 并非一定要纠结于结果 并非要人生圆满 有些遗憾 未尝不是一种美 走吧 我送你出宫 八日后 记得来吃喜宴 以后我们三日相聚的机会不多 希望你和肖秀能来 好 我和相公一定会来 一定背上大礼 你这个大礼 不会是比烟毒火球 还要吓人吧 之前的四大好礼 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实在价值连城太豪华了 等你成今日就知道了 其实她还没有去想过贺礼的事 赵钱这么开口 反倒让她不好意思送小礼了 见赵钱能谈笑风生 她也放下芥蒂 与赵钱再闲聊了两句 便挥手告别出宫了 坐上了特意准备的马车 由阿尔阿三阿四护送 不过送紧钻进马车后 并没有进空间换回女装 去护城河边 她若没有料错 宋清云一定在某个角落 等着她出宫 事实上 她也没有猜错 皇城外某一处阁楼 宋清云坐在圆桌前 手中擦着宝剑 而屋内 有十一个蒙面黑衣人 这些黑衣人 一个个身姿曼妙 手中直剑 全是女子 少主 她已出宫 可以出发去手刃仇人了 准备了这么多年 居然冒出来一个不知死活的 坏了我的好事 走 不把她大谢八块 难陷我心头之恨 护城河边 阿尔阿三阿四 震惊地瞪着眼前 从天而降的 十一个蒙面黑衣女子 一 二 三 四 十一个 妈爷 这么巧 阿尔阿三阿四 这些女死士 感情是专门给你们脱单准备的 你们好好挑选 挑剩下的 是我家八鬼的 阿尔阿三阿四 听不懂脱单是什么意思 但是听明白 宋锦让他们挑女人 三个大男人顿时闹了红脸 毕竟死士女子 确实配得上他们 闭嘴 银嘴 气死她了 这个不知哪个鸡脚嘎啦冒出来 丑得辣眼睛的丑男人 坏了她好事不止 还妄想亵渎她的此事 简直不知死活 送进扮男装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还是第一次 被女人当成淫贼 险些闷笑出内伤 我弟好妹妹 你让我闭嘴就闭嘴 那我不是很没面子 你真的一点教养都没有 给我上 把她大些八块都不足现我份 我要将她千当万垮 慢着 我说你患了三毒症还不相信 瞧瞧你脾气多不好呀 动不动就喊打喊杀 你爹你娘知道吗 闭嘴 我没爹娘 啊 你没爹娘 难怪这么嚣张 如果宋青云真是原主妹妹 为何流落在外 难道这个妹妹从小走失 还是被老宋家遗弃的 她今年十九岁 比宋青云大三岁 老宋家说隐瞒不说 原主不知道有这个妹妹存在很正常 你想不想见自己爹娘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你以为拖延时间就能活命吗 等问过爹娘 确定你真是我妹 我虐不死你 宋青云被吓到了 这个丑男人说什么鬼 为何他一句也听不懂 不对 他不是来杀他的吗 给我上 一个不留 慢着 你还有什么遗言 宋锦袖子里 便出一个碗口般大的黄色圆球 斜斜一笑 遗言啊 初次见面 给你送点见面礼 说完 手中的圆球脱手 松一声朝宋青云飞去 宋青云惊剑迎面飞过来的一个圆球 美眸一眯 第一反应自然是一箭砍去 宋锦剑爪 顿时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收回车 以后 十字幕无法度者 到底是什么 打一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